这场比赛是72.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超级战 是由中国的名将援冰对战新秀汤国梁 一上来援冰就对唐国梁发起了猛攻 援冰大家并不陌生 这是一个最绝过波球和亚仓克莱的中国顶级泰拳高手 对 也是咱们中国泰拳队的队长 他的打法非常的凶悍 当年和波球大战三个回合不分上下 两年前也在咱们这个平台上和亚仓克莱打到加时赛 对 我们可以看到援冰的动作和刚才我们看到这些成熟的泰国拳手之间 其实几乎没有任何的差距 对 凶狠的程度速度以及这种技战术的思维和判断 都是同样的这种非常成熟的水平 非常淡定自若 对 然后这个汤国梁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年轻选手呢以前见过摔跤 所以他力量上呢应该是有一些优势的 对 因为摔跤手他是具备着其他搏击选手所不具备的这种身体优势 对 因为摔跤运动他对身体的基础是要求非常高的 肌肉是流线型的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就是摔跤手的一个特征 风腰 他的腰都特别的细 但是力量却非常的爆炸 袁冰打得非常的自信 对 不着急不骄不躁 非常的稳 不是说那种上来我就是一二三噼里啪啪里啪三半腑 对 然后袁冰他就是我在等对手露出这个漏洞 然后我怎么去打 对 找空档 对 这就是一个高水平运动员该有的素养 对 是高手是在给你下套 好 低扫 刚才其实袁冰的这个动作我们我们这个比比起跳这个踢当不说啊 刚才这一次谎骗其实还是非常不错 对 他站出去非常成功的 就是他不小心那个脚弓啊 擦到这个肤当上去 对 他刚才其实是一个假的前手摆拳 骗了一下 然后变成了一个前腿的低扫 对 刚才他那个正蹲啊 就是垫步正蹲啊 非常突然 对 唐光良根本就是完全没有反应就被踢中了 而且援冰的很多动作他的预动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 这点跟这有一些探拳手不一样 对 这个可能他从小接受过这个中国武术的练习也有关系 是的 多多更隐蔽 对 这个阵蹲就是前腿阵蹲啊 就几乎是跳着突然间就刺过来了 是的 而且这个跟那种刺的不一样 他就力量感十足的 对 而且我们看刚才袁冰的进攻当中 在刚刚打完摆拳过后 又可以迅速的接一个中高扫 是的 这是其他许多拳手都不具备的 各的这个连续进攻能力 就是这种衔接的技术 衔接的非常无分 对 因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如果我是一个前手摆拳打到对手了过后 一般的对手在挡掉我这个前手摆拳过后 他就会松懈掉自己的防御 但是很少有人能想到 紧接着这个摆拳过后 马上又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好的第二回合 我们看这个第二回合双方会做了一些的改变 袁冰还是那样的淡定滋肉 其实我对中国第一回合的这个表现 我对汤国梁也还是蛮诧异的 作为一个摔跤出身的一个拳手啊 他的战力技术居然可以磨练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敢跟袁冰打对攻 对啊 他敢跟袁冰打对攻啊 对啊 这点就是非常出乎意料之外 对的而且你看他在这种近距离的拳法对攻当中也还是有一些细腻的操作 你要知道袁冰是跟亚桑克来多球打过对攻 对 而且你作为一个摔跤手在纯战力规则这么一个擂台上 你可以打出这些细节来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对于一个摔跤手来说是非常的优秀 当然他摔跤肯定是以前现在练这种国际应该也练过一段时间 练过不少时间了 对 不然的话没有那么长时间也继续不了这样的技术做一个动作 是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国外的一些比赛 比如说UFC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这种摔跤手在经过了多年的训练过后 依然是改变不了以前摔跤的这种功底或者习惯 对 刚才汤文良他已经用骑人之道环制骑人之声 他也用这种腿把后面接拳 但是呢他这个腿呢没有袁兵那么高 就是第一扫过后接一个后手拳 袁兵呢就是说在前面就是说 他被我们展示了就是高扫过后的后摆拳 然后再接高扫腿 这个呢其实跟他少年时期练过散打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就让我们仿佛回到这个20年前散打王时期 那个散打王刘海龙那种动作 对 而且袁兵在有一些拳腿组合的这种身体的律动上 给人的感觉确实有那么一丝丝散打的感觉 对 就是当时刘海龙愿意搞 他们就是经常有这样的动作 对 现在因为是这个自由搏击面的比较多 我们就是这种动作看得比较少 是的 袁兵呢就是说他善于曲床补短 对吧 把中国工夫的这个常驻借用到泰拳之中 对 那么这个东西呢 现在在发挥这个自由搏击的平台上 对 所以袁兵可以说是也是一个多面手啊 三打自由搏击泰拳也都是样样精通 他冷静 关键是他非常冷静 对 比如说刚才汤国梁通过一些这个战术改变啊 就是说在局面上有一些些扭转 然后袁兵马上通过很冷静的把他给把他也把他扳回来 对 所以根据我们平时看这个综合格斗比赛的这种观看习惯来说呢 这个汤国梁的这种从摔跤出身过后转战站立的这样的表现 确实是让人是非常惊艳 是的 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有身高和一点优势 对 这样的话他打赢机啊 比如说跟人员拼拳啊 他的拳头总是说先到了 对 或者说就是说这个是指的是不是速度上的 是距离上的 对 距离上优势他是存在的 这也是说让他敢于跟袁兵去拼 但是他对于说这种深度性打击 他没有达到袁兵的那么精力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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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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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是本场比赛的最后的一场比赛的终极对决的裁判给出的裁决 All the judges give the same scores 1号 2号 3号裁判给出一致裁决 30比26 本场比赛红方胜 恭喜红方